幻山部落隱身在山林間 保留著一甲子歲月的文物 泰雅族部落的文物管理 僅存著唯一一個過去泰雅族仙人 曾住過的傳統石板屋 房屋主人特地保留下來 從內部擺設可以了解 過去族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屋設本身 還有骨艙 機設等設施 是標準傳統房設的樣品 對文史研究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就是我們住的房子 那另外一邊就是骨艙這樣子 那你們也會釣這些東西嗎 釣的這些東西其實 有一些作物會去曬乾 那其實這些釣這個是 我們在做一些祭典的時候會用到的 喔祭典 這是幹什麼 本來裡面放酒嗎 放酒 放肉 這邊是骨艙 這邊是做高架的 所以說老鼠不會上來 那我們這裡很特別 比如說裡面放這個嘛 那物魚類盡用 下面可以養豬養雞 那雞就從這裡開始爬 爬上去 上去到上面就會生雞蛋 不難想像過去在環山部落一帶 曾遍布著諸如此類的石板屋 一群人過著養雞種田的生活 但隨著時代變遷 石板屋慢慢被拆毀 幸好泰雅族文物館還保留了傳統的藤編 祭司用的用品 讓仙人的生活智慧能夠傳承下去 其中傳統服飾編織就是一大技術 我現在就是在做挑支 他挑支會有一層一層的上去 他現在就是我在做第二層 所以我就開始要挑 這邏輯要很好耶 真的要好 而且頭腦要很清楚 而且很有耐性 泰雅族有支部機有名稱 有耶 這叫支部機不是 董洞啊 叫董洞 示範一下 為什麼叫董洞 好 我跟你看這個聲音 先逼好好 你看我在支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是空心對不對 空心的時候 我在支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聲音 叫 董洞 董洞 傳統支部一般從平支開始學起 族人耗時一兩年才學會編織技術 泰雅族以支部為名 分為平支與挑支兩種 平支主要呈現條狀變化的紋路 可以支成披肩或彈子 挑支則是編織幾何圖形 衣服上的圖紋就是用挑支支成的 泰雅族的編織工藝是重要生命觀的精髓 利用支作傳承泰雅族人的文化與生活 讓這份傳統精神能持續發光 八新聞綜合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